那么维生素A缺乏最早期出现的症状是在眼睛 那么当维生素A缺乏的时候 首先表现的是暗适应的降低 就是说这个宝宝从比较亮的地方到了暗的地方 他可能一下就会看不清楚暗适应比较降低 其次呢慢慢就会出现夜盲症 还有角膜的穿孔 特别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失明 第二个症状就是表现在他的皮肤 维生素A缺乏的宝宝皮肤非常干燥 容易掉皮脱屑 摸上去就像鸡皮疙瘩一样 我们把这个叫做毛周角化 维生素A缺乏的宝宝还会出现毛发的生长不好 毛发特别是头发摸起来很干枯 没有光泽 其次维生素A缺乏的表现 还有表现他的指甲上 这种 这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